大家好,万物生长都离不开水 像君子兰这种植物生长过程中也是不能够缺水的 但是我们在夏季给君子兰浇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几种水是不能够给君子兰浇灌的 如果给君子兰浇了这几种水 君子兰不是烂根就是死亡 那么是哪几种水不能浇呢 首先第一种水的话就是茶叶水 我们知道茶叶水这个茶叶它是碱性的 如果我们给它浇了碱性的水 再加上君子兰它就是洗酸的植物 那么就不适合君子兰生长会导致君子兰盆土成碱性 再加上这个茶叶呢 它如果掉在这个盆土里面呢 它会发酵会腐蚀会产生热量会烧根 所以呢我们是不建议大家用茶叶水来浇灌给你的君子兰了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不建议大家浇浓肥水 我们养君子兰话也都知道君子兰虽然是洗肥 但是进入夏季它会进入休眠期 这个时候它对水的需求呢是比较低的 我们一般都是干透焦透 而且呢这个时候我们施肥的话呢 尽量的薄肥或者是不施肥 施肥的时候呢可以在浇水的时候给它使用一点这个有机营养液 但是呢一定不能够施浓肥 施浓肥就会烧根 第三种就是中午的这个冷水 中午盆土的温度是特别的高的 我们都知道 那么如果我们在中午给它浇水 不行这个盆土和水温相差非常的大 会自己倒根系 而且再加上这个时候呢土表温度非常的高 我们如果浇水的话呢 会让它的土表温度啊急速的上升 那么就容易烫伤你的这个君子兰肌部 所以中午呢是不建议大家浇水的 所以夏季啊大家给君子兰浇水的时候就一定要避开这三种水 这三种水呢是坚决不能浇的 要不然的话君子兰不是浪根就是死亡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